一般的情緒起伏是很平常的 但是抑鬱症的朋友或是他會覺得 抑鬱症就好像去了一個迷路的山洞 他看不到出路 亦都對找到出路是沒有信心 而這種情緒低落是持續很長的時間 其實抑鬱症並不是一個情緒大白發 反而是他們將一些抑鬱情緒低落 慢慢去壓抑甚至是不敢說出來 我聽過一個說法就是 譬如我們受到一些刺激的時候 譬如因為一件事或因為勾起一個回憶 然後感到不開心 其實我們彷彿就好像已經中了一支箭 但如果我們再去評判自己 再去批判這個不開心 就好像在同一個箱口再自己插多一支箭 就會慢慢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而如果的情況發展到 會有傷害自己的情況 或甚至嚴重到自殺的傾向 就一定要盡快去跟自己身邊的朋友 或是相信的親人去談自己的情況 或是尋求一些社工的協助 或是專業的協助 正如剛才Manson所說的 他提到這是自我批評或是自我不接受的過程 往往我們的復原人士會寧願 把這些抑鬱或悲傷的情緒收藏 不以為這樣對自己好或是對他人好 其實我都很明白釋放情緒的重要性 但有一段時間我是未明白的 幸好我有音樂可以幫我去 作為一個載體去消化這些情緒 因為在創作的過程 我覺得是一個很自由的空間 可以讓我去誠實地表達自己 而這個過程我覺得好像種花一樣 如果情緒好像是泥土 或是一些我們想傾瀉的東西 而創作這個過程 就好像在泥土上種一盤植物 將一些以為沒用的東西 但原來可以變成一些很漂亮的東西 我覺得身邊人最能協助的就是陪伴 因為可能一句 沒事 我在 對於抑鬱症患者 其實對於所有人都是 已經覺得是一個很有力量的陪伴 我相信陪伴的力量可以很大 我很感謝一直以來有我的家人 去陪伴我到過高山低谷 到過一些自以為很孤獨的時間 我知道坊間有很多機構 例如是利文會 會為大家提供一些協助和陪伴 會和抑鬱症患者同行 對於抑鬱症患者來說 要去接受治療或者接受幫助 是一個不容易的決定 就彷彿好像要承認自己是一個失敗者 我們在服務的過程中 聽到很多這些故事 我們知道陪伴和教育是很重要的 我們希望透過輔導 透過一些支援者的服務 讓患者和身邊的人正確認識抑鬱症 在8集的Podcast裡面 我們邀請了精神科專科醫生 抑鬱症的復原人士 社工Manson和Percy和我們分享 讓我們的聽眾了解抑鬱症是甚麼一回事 它的種類和分別 甚至乎一些治療的方案 讓聽者真的明白到抑鬱症不是可怕的事 亦可以及早面對尋求出路 另外我們亦很榮幸邀請老Manson 在今次的計劃裏面 跟我們分享他的自身經歷 Manson 你可否也跟我們透露一點 我會在Podcast裡面 跟大家分享 我怎樣面對我的負面情緒 我怎樣透過音樂和創作 去走過那段路 如果大家想聽我的Podcast 就記住留意 黎文匯的Podcast和Instagram 《I Mule the Story》 整音說故事將會在7月13日開始 在黎文匯的Facebook和Instagram 可以聽到我們的錄音 到時記得留意收聽